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佩妮教我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介绍这个多项式处法衍生出来的一些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三次式和一个二次式相乘 那我们不用真的去乘它,我们去思考一下 它乘起来应该是几次的呢 它乘起来其实应该是这个三次乘这个是平方 所以是,合起来应该是五次啊 这样有X有五次,它是一个X五次的多项式 那我们在这里整理出一个知识 如果我是M次乘N次,那就是M加N次 三次乘两次乘起来就是五次的多项式 感觉好像很简单,可是我们来看下面这件事情 如果M次加M次呢 我们说它是,这样加起来会是小于等于M次 也就是你一个三次多项式和一个三次多项式 如果你加起来的话,那它可能是这个 会小于等于这个 不见得还会是原本这个M次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最高的那一次给减掉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二次式好了 是X平方加1 另外有一个二次式是负X平方加X加2 那你这两个式子相加的时候 你X平方就不见了 所以后来就会剩下X加3 那这样子它就不再是一个二次式 它剩一个一次式而已 所以如果M次遇到M次的话 因为有可能会把最高次给减掉 所以它就不会超过M次 就不见得就是M次 可是刚才如果是用乘的 M次乘N次的话呢 这样乘起来是一定是 这个M加N次 除非你的这个N次 只要你的这个N次不是零次 而且它并非零多项式 只要它不是零多项式就可以 就是就算是零次 就算是零次也还是可以 只要它不要本身是零 只要它不要本身是零的话呢 那么你去乘起来 它就还是会维持这个M次 在M加N的地方有一个系数在 它就不会是零 因为我们讲这是一个三次多项式 它一定是三次向西数不为零 才会讲它三次多项式 这个二次多项式 也一定是二次向西数不为零 所以不为零的数相乘一定 还是不会等于零 所以这个M次乘N次 会变成M加N次 然后M次如果是加M次 可能会把最高那次给消掉 可是如果你M次去加一个 比它小的N次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 你最高次就不会被消掉了 所以它就还是会维持是M次 这一点把它学起来 那我们来在这里再学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这里这个除法 如果用左式除以这个右式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伤应该是只有一次而已 因为它这个被除式是三次 然后除式是两次 然后它的鱼呢会小于两次啊 因为它的除式本身是两次的 所以它的鱼不会跟它一样多次 所以是小于两次 或者说小于等于一次 所以在这里我们学第二件事情 就是鱼式一定会比原本的除式还要少一次 好上一次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业来看一下第二题 这一些数 这一些这个多项式相乘之后呢 求各项系数合啊 那我们在之前函数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件事情 各项系数合就是它展开来之后 你如果f of x用1带进去 那它刚好展开来之后的那一些系数 就会被你加起来 所以这里的这个各项系数合就是f of 1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各项系数合 我们举一个实例啦 2x三方减x加 减x0方加3x减1 假如说这样子 那它各项系数是不是2减2和负1嘛 然后3和负1 就是2减1加3减1 那如果你刚好你x用1带进去的话 它刚好就是这样子 减1加3减1 所以f of 1就会是各项系数 可以吗 然后来看第二题 x4次向的系数 如果它问的是x5次向 那就简单了 如果它问的是常数也很简单 如果它问的是x5次的话呢 那x5次向这个两次最三次嘛 所以乘起来应该是2 3 6 所以来这里写这个5次 x5次是6 那如果是常数呢 5 vezes 负1乘 正3 偿数就是负3 乘起来 但是它这一题还问的是x4次的系数 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x4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乘法里面x4次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这个两次乘到这个两次 这两个相乘 所以它的一个来源是三乘负一 然后另外一个四次的来源 是这个一次乘三次 这里有一个三次对不对 那这里这个一次呢 没有 它没有一次 所以就没有了 如果它这里有一个一次 那我们还会再加上这个一次的系数 乘这个三次的系数 这是它的第二 另外一个四次项的来源 可是它这一题里面没有 所以它这一题的答案是-3 那上次有这个第二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我们出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让你们练习这个惩法和除法 所以自己去除 的确一定会是一个可以的做法 来看这个 这个2x34-2x加3 如果除以g of x3 4x-1 于是是负一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问你 如果我今天拿4x34-6x加6除以g of x的三跟鱼会怎么样 那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个g of x求出来 就是你去把这个除4列出来 我们这个列法叫做负除4等于除4乘以3加1 那然后进行一项 把这个等号两边同加1 然后等号两边同除x-1 你就可以得到3其实是2x平方解2x-4 这样子 那所以原本的式子是这一条 你如果现在要用一个新的式子 是4x34-6加6再去除它 你还是可以再去除 但是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看我把它并着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下面这一条 它的被除4是上面的两倍 所以 我的除数一样嘛 那我左边变两倍了 我想象 我的这一条跟这一条的关系 就是等号两边同乘2 这一条等号会成立 那这一条等号两边同乘2也会成立 所以这边变两倍 这边就要乘2 乘2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加减号 那他这一项要乘2 这一项也要乘2 所以这一项乘2会变成减2 这一项乘2 那因为我的除数是不变的 所以我就是变成把伤乘2 那所以你会发现 我的伤是原本的两倍 余也是原本的两倍 当我被除4变两倍 而除数不变的时候 伤是原本的两倍 余也是原本的两倍 那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这一堂课 要教的一个重点 如果我有一个f除以x平方加1 除出来的伤是q除以x平方加1 的那个写法差不多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想象 你把诗子列出来并不难想象 f除以x平方加1 被除4等于除4成3 加1 对不对 那我现在是 我们刚刚是被除4变两倍嘛 如果我现在是除4变两倍 被除4不变 我这里变两倍了 那我要怎么让他等号一展成立呢 其实很简单吧 就是把这两倍给消掉嘛 或者说你想象你这两倍是从这里借过来的 所以我这里变两倍这里变一半就好啦 那这个是这一项里面自己的恩怨纠葛跟后面无关 所以说这一题 当我的除4变两倍被除4不变的时候 伤是变一半 然后于是不会变 可以吗 是这样子 那所以下面这个问题 如果他除他伤是这样子 一样他把除4变两倍 请问伤会怎么样 伤会变一半 所以这一题他的伤会是这个 x3次 那这里就是我们要讲的 你可以把它写到你的笔记本上面 就是当我的这个除4变两倍 除4变两倍 被除4不变的时候 伤变一半 然后不变 如果我 我们刚才那一题是 我把被除4变两倍 除4不变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3会变两倍 然后鱼也会变两倍 那我很快再说明一下 被除4变两倍的时候 相当于整个等号两边同乘2 整个等号两边同乘2 这边乘2 这边这一侧也要乘2 这一侧乘2让这两项 这一项跟这一项都比前面大两倍 那因为除4不变嘛 所以这边大的是伤 然后这边大的是鱼 鱼也要大两倍 这样子这是6 那如果我被除4不变 也就是他没有同乘 而是你的除4变两倍的话 那其实就蛮简单的 就是商变一半 然后与不变这样子 那来这个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们国中交道这个汉朝 汉朝我们会介绍到汉武帝 霸出百家独尊儒数 霸出百家独尊儒数 那我想到刚说 就是因为课本写很少 所以大家会有一种误会 以为汉武帝他推崇儒家学说 从此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最核心的学说 定于一尊之物之类的 以历史的脉络来说 的确这个这样子的事情 大大提升了儒学的地位 可是那我们要特别提到 汉武帝他所独尊的这个儒数 跟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 礼义廉耻温良恭敬让 仁义礼自信 这样子的这个中国文化传统道德之类的 是有落差的 汉武帝那个时候所推崇的儒数 现在普遍都认为 他们主要是这个秤伟学 这个忏悔的忏 然后念作秤伟学 什么意思呢 这个秤是图秤的意思 那如果是老师们 或者是这个家长们的话 应该有听过那个传说中 刘伯温的烧饼歌 然后唐朝李淳峰的推背图 然后这个欧洲也有 欧洲这个圣经 据说跳几行 然后空几个字 去看会出现一些预言 预言的这个大地震 预言的希特勒 发动二次世界大战 预言的这个黑人当总统之类的 这个这一些 就是预言故事 就是图秤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去把它衍生出 其实这里面 你有没有留意到呢 他的主角 为什么不是男生是女生呢 这就是暗示了什么什么 那个推背图里面有一个图 就人家说那个是画唐朝 他有很多颗 有一个桌子上面 放了很多颗水果 然后后来大家继续数一下 我假如没记错 好像有16颗 16颗 16颗李子 这就是唐朝皇帝姓李 唐朝的皇帝总共有16位 那在位300年的样子 200多年 总共16位皇帝 然后他说你仔细看哦 这些李子呢 全部的他的那个 那个支啊都向同一边 只有其中一颗 只有其中一颗的李子 他的这根杆子是向另外一侧的 就是暗示了第几位皇帝会是女生 这就是图秤 简单来说就瞎掰啊 瞎掰瞎掰嘛 那什么是尾呢 我写错了 这个尾是就是经尾的尾 什么是尾呢 尾是指尾书 简单来说 有一些书是经书 他们讲很重要的道德典章制度 那在汉朝 就是因为青史皇焚书坑弩嘛 所以留下来的是 孔子教住过的这个五经 诗书易礼乐 还有春秋 那这些书留下来的时候 就被视为是经书 那这个所谓经尾 经是横的 尾是直的 也就是说这些经书呢 他描述的一些事情 那尾书他就是从经书里面的某一 里面讲到的某一个东西 往下延伸 所以其实跟图秤的道理是差不多啦 就是说 尤其当时最推崇的事 其实是春秋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他们其实把所谓如数混杂了一些 那个时候还不成为道教 有混杂了一些宗教思想 然后有那种神王体系的延伸嘛 然后有天人感应说 就是认为说 人类的国王的兴衰 其实是老天爷决定的 然后当时非常推崇孔子 他们觉得孔子讲的话很有道理 可是孔子很落寞啊 孔子很骆驼 孔子没有被重用 所以当时的人认为 孔子他利用春秋这本书呢 对那一些不重用他的 对那一些不遵守礼法的君王 不尊重周天子的君王 进行了口诛笔伐 也就是说他 就好像我们现在会说 那个记者是无免王 免是皇冠的意思嘛 也就是说现在的人 会说记者其实他可以在写报纸的时候 讲一个人很好还是很坏 他的这个权力就跟武王一样大 只是他没有王冠 那汉朝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类似这样子的定位 认为孔子其实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王了 只是他没有真实的身份 那他的这个王权是老天爷授给他的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把春秋这本书看得非常的重 就跟圣经的意思差不多啦 那个耶稣是神之子嘛 来到人世间传播一些道理 所以他们从圣经里面的几个字 我刚提到他比如说 我没有去记 随便瞎掰一个故事 因为反正伪学就是瞎掰一句多 比如说这个春秋里面 他可能写了一个故事 这个春天然后 然后鲁宫去狩猎 猎到一头鹿很好 那就说春天去狩猎 这就代表了这个春天属牧 狩猎那个猎杀属金 金克木是符合天地运行的道理的 所以如果这个我们的房地 他要推行一些政策的时候 应该要在春天推行 应该要用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几乎全部都是瞎掰 他就利用那个经书里面的某一句话 横方向的某一句话 展开一个跟经书毫无关联的延伸 那所使用的延伸的模式 几乎都是五行学说 五行阴阳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词 叫天人感应 这个天人感应不是说 我有神秘的力量 我可以感应到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而是说老天爷会感应到人世间的 过得好不好 那皇帝只是代替老天爷来管人民而已 所以如果人民过得不好 老天爷会知道他会降下灾难 给这个皇帝警告他 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所 那所以皇帝的这个地位的轮替 是老天爷的旨意 那这样子的儒素的盛行 但一开始他有助于快速的建立制度 但是他后来衍生出许多的坏处 非常多的坏处 第一个就是他让很多人有这个机会 他可以利用去整理这个伪学 秤伪学来去这个编造谣言 所以后来出现一本书叫春秋繁路 到了东汉光武帝的时候 他找班超写了白虎通义 那这些书都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瞎掰大权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汉朝后来王莽篡汉 王莽篡汉的时候他为了要彰显自己的正当性 他就一样他去找那个春秋来瞎掰 其实春秋里面早就预言过了 应该要由我王莽来当皇帝 后来要推翻他的人也去找春秋来瞎掰 又掰了一堆 然后所以在汉光武帝他终于统一全中国之后 你们这些瞎掰的我不能容许你们继续流传 对不对 只有我瞎掰的那一个才是正确的 上去找了一群人在白虎观 这是一个住建筑物的名称 在一座楼里面整理那些瞎掰的东西 那把他不喜欢的踢掉 他喜欢的留下来 所以这个这样子就严重的影响到整个知识的正当性 而且当时的士族我们知道汉朝开始有太学 因为霸处白家独尊如素 所以聪明的人会去太学里面学金 然后学完变成五金博士 但是那一些博士呢 其实很多都只是会瞎掰而已 那他们懂得很少 搞不好数学也不太会啊 然后逻辑也不太好啊 那就是很会瞎掰 然后很会利用金书里面的东西来去说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那个不见得太有道理 那很有道理的不见得能够进得良太学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独尊如素 他衍生出来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在学一些没有用的如素 就学瞎掰 学一些没有用的知识 那有真的聪明的人 他就干脆不做这个 他就会跑去这个山林里面放浪形态 这就衍生出后来东汉卫晋朝的清潭玄学 因为太学 因为政府的机关都在学没有用的东西 那因为学出来是没有用的 所以本来政府要用这些人做管 那但是这些人学的都没有用 所以导致既然没有用 不如就用自己人 所以导致后来这个派法越来越严重 太学派法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我们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卒 然后这个魏晋南北朝出现九品官人法 其实都跟因为当时独尊如素学的太没有用 有一点关系 就是你学的就很没有用 所以政府既然要用人的时候 他不见得要 不见得他会用到很好的人 所以就是干脆都用自己人 导致当时的真的聪明的人 他们都跑去谈天说地 也不进太学 然后也或者是也不去当官 因为他自己心里就知道 我学那些瞎掰要干嘛呢 不如来去讨论一下 什么是有 什么是无 什么是天 什么是人 什么是白 什么是黑 他们就在讨论这些东西 那我们最后这一集最后来介绍一下这个 如果我今天有两组除法 一组是F1 F1除了G 除G 商是Q 然后余数是R 另外一组除法 如果他F2除G 商是Q2 余数是R的话 那今天我把F1加F2 去除G 商就会是Q1加Q2 就是R1加F2 这个我们之前 在国一上刚开始学到 因数倍数的时候有提到 我那个时候就有说 这件事情就叫做余数定理 余数定理 就是说 17除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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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4 余1 那如果 21除以4 等于5 余1 这样子 那如果我把17加21 再去除以4 除出来就会是4加5 余1加1 我那个时候说 你把17四个一堆四个一堆 四个一堆完胜一个 21四个一堆四个一堆 总共五堆胜一个 所以你加起来再去分的时候 你就等于是 我就不要搞混吧 那就是四堆跟五堆 一个和一个合起来就是余两个 那只是说我们在算数字除法的时候 你余到 假如说原本这里是余3余4合起来余7 余3余2合起来余5的话 因为我除数是4嘛 所以我还会再除一次 最后变余1 但是在多项4的除法里面 这个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不会变两次 常数常数加起来不会变一次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可以直接加 一定会对 在这里补充一下 并不是说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题目 只是让大家先想一想看 有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我们这集没有作业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